你就是要把接触英文这个习惯搭在其他的已经存在的习惯上面 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如果你每天的习惯就是刷牙的话呢 你就把接触英文沿在上面然后一起进行 快速学好英文的方式就是 不要再靠意志来学英语 你要靠习惯来学英语 我很多学生他们在学英语的时候都是靠意志的 可能他们就是觉得哦好久没有复习英文很有罪恶感 所以他们就不停的想着哦我要复习英文 明天明天晚上我可以的我就明天晚上复习英文 然后明天早上他也是想着哦我今晚要复习英文一定要 you can do it 然后整天就不停想着他我今晚要做到今晚要做到 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哦有点累但是我还是要复习英文 然后他就终于就复习英文了 你看是不是很痛苦 然后意志这个东西呢是很难持续的 这个东西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的 很多研究都指出呢我们累的时候呢我们的意志就会下降 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英文的命运放在意志的手上 它是不可靠的 那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不可以靠医治 我们要养成那个习惯 a habit 就好像洗澡 刷牙 刷FB 因为习惯呢是完全不用 医治这个东西的 你每天刷牙的时候需要医治吗 不会对吗 根本就是每天很自然都会做 所以如果你每天把接触英文变成好像刷牙那么自动性的话呢 你的英文会进步很快 那怎么养成接触英语的习惯呢 Here's a trick 你就是要把接触英文这个习惯呢 搭在其他的已经存在的习惯上面 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如果你每天的习惯就是刷牙的话呢 你就把接触英文 沿在上面 然后一起进行 一个新的习惯是很难养成的 但是你放在一个旧的习惯上面呢 那个就容易很多 再给你一些例子好了 Let's say 你学习英文的方法就是看英文卡通片 你每天都上班吗 好 那你就每天上班的路上都看英文卡通片 你每天都洗澡吗 好 那你就每天洗澡的时候看英文卡通片 你们洗澡会用电话的吗 还是只有我 你每天都搭MRT的吗 好 那你就每天搭MRT 你进去车厢的时候呢 你就打开英文卡通片 That's it 你这样持续 三个礼拜 21 days 这个习惯就会养成 那那个时候呢 就会很自动化 很轻松 OK Trust me You can do it too Alright Let's dance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